真正的谦卑 有他爬过人生险峻山峰的高度 也有他堆叠爱恨悲欢情感的厚度 在看似温柔的形貌下 有着最坚强的外在态度 与内在品质 我是吴若全 欢迎来到幸福书房 邀请还没有订阅的书友 按下订阅的按钮或小铃铛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人生中是否有一个温柔的角落 让你可以随时到那里 放下一切的遭遇 重新得到一个真正勇敢的自己 对我而言 17岁的那片沙滩 是我生命中最疗愈的一张心灵沙发 每个脚印都可以承载 最大的喜悦感谢 期盼悲伤愤怒失望 每当我已发泄情绪的洪荒之力 使劲地踩下 距离万军的浪潮 便从远方而来 化成千百朵浪花 再激荡成细致的泡沫 不费摧毁之力地 轻轻将一切悲喜哀愁深埋 那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动人的记忆 我始终相信 海浪不曾冲起我的脚印 那些心事都不是瞬间的消失 而是刹那的深埋 如沉没于海底的那一艘古船 记忆无论好坏都因为深埋而变成宝藏 长大以后的我总会在忙里偷闲的片刻 来到这一片17岁的沙滩 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潜入记忆的深海 检视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脚印 重新找到属于我的初心 回头望见 古船中一对深蓝的眼睛 彼此笑中有泪的凝望 然而我们都只是 看到对方的微笑 因为所有的眼泪 都已经是大海 那时候的我被成长种种的挫折几半 课业升学 交友亲子 一无可取 全身伤痕累累 若还能在身上 找到一点为人处事的特质 可以拿来小小说嘴 大概只剩下对人的千功有利 即使是不间断的霸凌 从我身上践踏过去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我都虚心受教着 年少的沧桑很容易 被风干 遗留在微笑的嘴角 如今的我 或许在别人眼中 看到曾经翻转生命的勇气与历练 但内心 依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挫折痛苦 来自生命的无常 如果坚持要和命运敌对 所有的考验 依然是一种霸凌 反之 学会和他做朋友之后 所有的霸凌 便都是一种值得忠心 感谢的锻炼 我仍然千功有利地看待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只不过熟灵的沧桑 比较不容易快速风干 当他残留在微笑的嘴角 就尝到生命的百般滋味 于是每一刻想念 都是盛宴 每次遇见 都是体验 原来 十七岁少年的谦卑 只是自卑 一路千山万水 走到音乐大师李宗盛 吟唱的山丘背后 已然是个熟灵男子 即使无人等候 都能欢喜接受 才恍然明白 真正的谦卑 由他爬过人身 险峻山峰的高度 也有他堆叠 爱恨悲欢 情感的厚度 在看似温柔的形貌下 有着最坚强的外在态度 与内在品质 关于真正的谦卑 我有很深刻的三个体验 第一个谦卑的体验 胜利者口中的谦卑 常常是一种虚角 跟落败者表现出来的谦卑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在华人社会 几乎每一个人 从小都被教导 要懂得谦卑 但是从知道到做到之间 遥远的距离 有时候甚至是从 这辈子到下辈子 谦卑很容易被误解 谦卑也很容易 沦为口号 当一个人此刻说要谦卑 下一刻开始贬义他人 这就是对谦卑最大的误解 也是最空泛的口号 胜利者口中的谦卑 常常是一种虚角 跟落败者表现出来的谦卑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不够自信 而只看到自己 没有真正的想到别人 必须内心有爱 才能真正的谦卑 因为有爱才能无私 谦卑不是把自己看低一点 也不是刻意要求自己 把身段放低一点 而是在想到自己的时候 同等比例地为别人也设想到 甚至有一天 便于为了成全别人 而毫无眷恋地放下自己 放下才是真正的抵达 放下烦恼抵达平静 放下牵挂抵达自由 放下私欲抵达无愿 放下荣辱抵达不惊 放下控制对方的念头 才能抵达他的内心 放下对别人的成见 才能抵达自己的智慧 最终会有那么一天 放下所有的自己 抵达生命的远方 接下来第二个谦卑的体验是 自卑的人永远无法真正的谦卑 自卑人之所以无法真正的谦卑 是因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 这时候刻意表现谦卑 是一种自虐式的讨好对方 在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 没有捍卫自己的勇气与能力 也缺乏忍耐这一刻 可以翻转下一刻的谋略 于是人前和气 人后怨怒 既不肯原谅别人 也不会放过自己 这种自卑的谦卑非常纠结 正因为是自己最深刻的体验 所以最明白这份痛苦与无奈 谦卑并非任由别人踩踏 而是意识到 忍耐是基于自主的抉择 不是源自于被害的恐惧 而不敢伸张 同理霸凌者的无知与软弱 并学习保护自己 不再轻易受伤 如果有幸 度过这个难处 重新建立自信之后 不但不再重蹈覆辙 也知道不要再让别人承受同样的痛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多得设身处地的悲悯 吞去自卑后的谦卑 如同卸妆之后的自信 才是最真实的展现 现今的台湾社会常处于这样的两极 无论政治上网路界霸凌无所不在 自卑的人透过乔装的谦卑 在乱世中粉饰太平 而另一种因为自卑 而表现高傲的人 毫无顾忌地抛开谦卑 或利用谦卑 伸张自己口中的正义 而屡屡献别人于不义 历史上的唐太宗以谦卑闻名 他虚心纳贱 闻过择喜 营造真观之志的清明 民主思短而义善 按主护短而勇于 这一番话正是他信守谦卑 敬人律己的心声 成功时要保持谦卑 既是内在的提醒 也是行为的节制 在顾及他人观感的同时 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以免遭记或发生意外 警惕世人不要乐极声悲 这也是一种谦卑的叮铃 相对于成功时的谦卑 更不容易做到的是 挫败时仍然可以保持谦卑 而不是自卑 挫败时真正的谦卑 代表全心全意的接纳与胜服 不再怨天尤人 也不过度自我苛责 既是情绪的停损 也是心灵的疗愈 那些在面临挫败时 产生的嫉妒 愤怒 羞耻与不甘心 其实都是因为对自己 与对别人的不够谦卑 若参加任何竞赛时 碰到挫败感到痛苦难过 而久久无法从失败中站起来 通常是忘了尊敬对方 有赢的战力 而高估自己面对竞争的实力 贬义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努力 才会认为不该输不会输不能输 即使是遇到上天出体考验的人生意外 只要能够真正谦卑地认识因果 看到自己的软弱与不足 愿意学习经验与智慧 把祝福回向给众生 就比较容易离苦得乐 第三个谦卑的体验是 谦卑不只是肉身的姿态 也不会只是内在的心态 更是灵性上的大爱 在生命面前学会谦卑 只要感谢母亲 二十几年来以她的病体 现世生命的尊贵 在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比好好活下去 更值得珍惜 若要争一口气 该争的是新鲜的空气 不是情绪的意气 当我一次又一次 看见自己的软弱 就一次又一次地锻炼自己的坚强 经历更多的挫败 获得更多的成熟 我一直很憧憬 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下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情怀 既是自信 也是谦卑 谦卑不只是肉身的姿态 也不会只是内在的心态 更是灵性的大爱 把自己看得和别人一样重要 也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 有情是众生 众生皆有情 我们都在浩瀚的宇宙中 同感共振 连结每一个心 惊艳每一次的爱怨悲欢 珍惜这个连结 就能打开心结 不必原谅 就能和解 我常回到17岁那年的沙滩 以中年的双足 追逐着少年的脚印 朝来朝往 并没有真正的淹没一切 而是把所有的遭遇 都埋藏在大海里 只要潜入其中 就可以找到古船 凝望那一对蓝色的眼睛 17年可以让婴孩成长为青少年 也可以让青少年走到熟年 但我的脚步随着时光走远 只要回到这片沙滩 就能减时差点遗落在红尘的初心 距离上一次谈千辈的力量 至今刚好满17年 千辈的力量依然历久迷心 只不过我们在人生路上 渐行渐远之后 但愿还能与自己的初心 越来越靠近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 我重新编列为第113号的作品 千辈的力量 因为一些巧合的因缘 让它可以在2020年问世 刚好取其念字的谐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邀请你陪我在大时代的流光里 温故之心 体验并实践 千辈这美好的幸福品格 以及它所兼具温柔与坚韧的力量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也欢迎你留下一件和我分享 你认为千辈是什么呢 最后我要再次邀请你 按下喜欢的符号 以及铃铛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哦 幸福书房 下次见